慈濟慈善職業基金會 獲獎的項目是全國獨特製兜網絡 締造生命重生新契機 國家品質標章 SNQ認證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融獲公益服務組 25年來推動造血幹細胞艷血建黨 到陪伴捐受者展開漫漫長路 背後仰賴龐大志工奉獻 我們每一年都有上百次的 艷血活動的入庫 一年下來我們有上萬人次的志工 投入到這個裡面 投入到這個受捐者跟捐贈者的 這一個團隊當中服務 這個造血幹細胞 其實誰用的最多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用的最多 除了用於血癌等等患者移植 經過13年臨床試驗 以及向衛福部吉利申請 終於在今年9月通過特館法 可以正式使用四體周邊血幹細胞 治療腦中風 它的進步的程度我們可以看到 它平均大概進步3.8分 就是腳抬不起來的可以抬得起來 那史丹佛他們移植的 他們大概進步2分而已 治療成效1.1滴卻是無比珍貴 因為兩億個周邊血單核球細胞裡頭 造血幹細胞只有一千萬個 還得濃縮成1CC才能用來治療腦中風 那這個呢就要一層又一層的 這樣子的一個技術 把它濃縮 這個就是比較困難的地方 那神經外科當然你要怎麼打 你那個中風你要打到哪裡 啊這個也是一個技術 一連串技術與應用 賭步全球 一切努力都希望讓無助患者 找回希望 帶一期文小事節 李健寬 台北報導